如何让一个男人崩溃 答案是欺负他的妻子 这个男人不忍邻居骚扰妻子 镜灰刀将邻居残忍杀害 那么这个邻居到底对他妻子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宁愿赌上死刑 也要将对方嘎掉呢 2003年6月4日 安徽省明光市的一个小村子里 一声尖叫打破了村子的宁警 不少村民都朝着同一个地方跑去 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命案 一男一女衣衫不整地躺在了地上 当民警及医护人员来到现场时 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对夫妻 男的叫老六已经死了 女人使他妻子上有一丝气息 很快救护车将女子送往医院 此时所有人心中有点炸毛 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 平时死至极都有人议论纷纷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更是轰动了整个村子 同时人们也在讨论 这两人到底得罪了谁 竟会遭遇如此残忍的杀害 此时的村民们好奇 恐惧 直到一名男子走进了派出所 一段夹杂着愤怒与耻辱的杀人案 才浮出水面 投案自首的男人名叫陈良明 村里的命案正是他一手造成 与此同时 看到陈良明深陷淋雨 他的妻子陷入了一段痛苦的自责之中 三年前 陈良明在外地工作回到家时 他得知了一件让他感觉耻辱的事情 就在自己离开家的这段时间 邻居老六曾半夜来到自家屋外 并敲响了妻子卧室的窗户 刚开始陈良明并没在意 妻子的这个解释让陈良明感觉不大对劲 于是起身准备去找老六要个说法 可这时妻子却将他拉住 毕竟在农村里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 自己的脸还往哪割 一番思索之下 陈良明拿起了电话并打给了老六 由于陈良明常年在外打工 他并不能时常陪伴着妻子 之后一段日子他终日心神不宁 上班时总想着妻子会不会被欺负 每天都会给妻子打好几个电话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 妻子再次告诉陈良明 老六又来自己家了 当时的陈良明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大发雷霆 他连夜回到了家里 此时的陈良明看到楚楚可怜的妻子 他既心疼又怀疑 因为自己已经明确警告过邻居 可他依然三番五次骚扰妻子 难道说妻子真的与这个男人有什么事情吗 出于一个男人的直觉 他认为这件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于是再三追问妻子 当时的妻子眼看事态无法控制 他突然跪在了陈良明面前 并向他道出了一年前 发生的一件痛苦的事情 陈良明彻底爆发 他一个巴掌扇在了妻子脸上 这是结婚十年来第一次打他 此时陈良明心中夹杂着痛苦耻辱与欺骗 同时对妻子也产生了一种怨恨 自己常年在外奔波 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妻子为何没有告诉他 反而是在一年后才道出了事情 此刻他下意识地认为 妻子已经背叛了自己 一气之下他冲到了隔壁老六家中 当时妻子知道事情不对 于是叫上公婆赶紧去村委找来村干部 村干部们费了好大的劲 才将动手打人的陈良明给拉了下来 事后在村委的组织下双方进行协调 最终老六主动提出赔偿陈家人三千块钱 以对之前的事情做个道歉 当时的陈良明拿到这钱 但心里却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 对于陈良明来说 老六愿意给钱平息此事 这就做事了老六确实将妻子给玷污了 一时间陈良明感觉左右为难 他时而觉得妻子非常可怜 时而又觉得老六三番五次进入妻子归房 恐怕妻子也有不清白的地方吧 想到这里陈良明怒火中烧 然而他却不知道 妻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说好听点那是温柔 可说明白一点那就是软弱 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并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他只能选择隐忍 而这种隐忍 恰好成为了隔壁老六多次骚扰自己的理由 想我软弱就是这样 还就抓住这个难力也就抓住我这点说的 也在宰散 但在陈良明看来 妻子这种优柔寡断似乎证明他确实与老六不清不楚 然而让陈良明没想到的是真正让他崩溃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由于之前两人的打架闹到了村委 已时间整个村子将此事穿得沸沸扬扬 不少人添油加醋 说陈良明妻子与老六搞破血 结果被他给抓了现行 而老六对此事毫不避讳 他开始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 于是趁陈良明不在家时 三番五次来到陈良明妻子家中 适而敲门引诱 适而翻墙骚扰 最过分就翻墙头进来了 今天来人家来 唠唠你 拽拽你 好好你 妻子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除了官商的骂几句以外 什么也不能做 而陈良明每一次回家时 面对村里人的指指点点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大冤种 一时间他将自己封闭起来 不与外人交往 不与妻子谈话 甚至与妻子发生了长时间的冷战 在他心里认为 老六不顾一切多次来到自己家中 这足以说明妻子也不清白 这一刻他分不清妻子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恨 直到2003年6月4日这天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天画上句号 这天陈良明打工回到家中 当时妻子满脸委屈地告诉他一件事情 当时老六翻墙进屋 将妻子两只手按在墙上 试图对其行不轨之事 直到妻子大叫 老六才仓皇地逃走 听到这里 陈良明并没有暴跳如雷 反而竟得可怕 此刻他心里在酝酿着一件大事 到了晚上 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此时电视里播放着 女人不再沉默 这一刻他看到电视里的剧情 突然联想到自己 于是趁妻子不注意 迅速跑进厨房拿出一把尖刀 然后来到了老六家门外 用石头砸响了老六家的大门 当时的老六不明所以 带着妻子穿着秋裤就出来了 此时陈良明看准机会 冲上去与其撕打起来 期间三人扭打在一起 陈良明拿着刀一顿乱捅 很快老六就躺在血泊之中没了气息 而老六的妻子也在混乱中伸手重伤 做完这一切后 陈良明并没有犹豫 他急忙地跑回家中 向妻子说了一句对不起后 来到了警方投案自首 到此整个案件真相大白 最终法院考虑到陈良明有自首情结 并且属于对方有错在先 因此已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然而真正让陈良明痛苦的 却是之后的日子 由于他的入狱 陈良明母亲哭下了双眼 父亲也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 女儿因害怕同学耻笑 在高考前夕放弃了学业 就因为他的意识冲动 让两个家庭彻底瓦解 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讲 陈良明也是受害者 但他却选择了一种最为极端的做法 倘若这对夫妻能够坦诚不公地交流此事 或者妻子能够果断一点选择报警 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局